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爱因斯坦的一二三四 爱因斯坦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只有一颗大脑 爱因斯坦他一生中提出过两套伟大的理论 爱因斯坦他一生中经历过三位重要的女士 爱因斯坦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他都还在追求着unify物理界的四种力 所以这边的统一场论又称作最后理论 那么AI界有没有统一场论呢 我们实验室近年来成功地为了AI界的优化器 提出了一套统一场论 并且把这套理论应用在了太空摇车技术上 AI界有两个重要的优化器 第一个是由Google Brand的Dr. Kimma 为了深度学习所提出的ADAM优化器 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亚当 那第二个是由史丹佛大学的Professor Boyd 为了统计机器学习所提出的ADMM优化器 那大家再看一次这两个优化器的名字 一个叫ADAM 一个叫ADMM 那他们的名字如此的相似 仿佛在呼唤着大家去unify他们 因此我们高光谱智慧运算实验室 就自告奋勇地去实现这个重要的研究任务 为了介绍这个研究背后的重要动机 我必须先介绍我们实验室 一系列如魔术般的研究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影像 叫做Hyperspecial Image 这个Hyperspecial Image 跟传统的RGB Image不一样 传统的RGB影像 只帮你拍摄可见光的红绿蓝三个波段 可是Hyperspecial Image 会帮助你把后面一系列不可见光的波段 也都拍摄出来 以NASA很有名的Hyperion卫星来举例 它总共帮你拍摄了可见光和不可见光 加起来总共242个波段 那这么丰富的频谱资讯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 每一个物质独一无二的光谱 而这独一无二的光谱 就可以当作物质的指纹 来做物质辨识 所以简单说 传统影像只帮你 告诉你物质颜色 而现在Hyperspecial Image 可以告诉你物质的身份 如果你搭配我们实验室的软体 我们还可以从高光谱影像中 计算出每个物质的空间分布 一旦你知道了有哪些物质 又知道了那些物质的空间分布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中 如3D列印一般的 列印出该区域的一切 那这件事在太空摇册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太空摇册技术中 这个宇宙中有很多地方 是人类难以到达的 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高光谱影像 帮你描绘出那个区域的一切 那这件事在地球端 也有很重要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坦克车 假设像这张图一样 伪装成背景的颜色 那么我们就无法去辨识它 那但是如果你现在有 Hyper Spatial Image的卫星飞过去 它是坦克车 或者是普通的卡车 我们可以立刻的 一览无疑的就知道 那因为我们的软体 可以计算出物质的空间分布 所以我们还可以把坦克车 做精准的定位 可是这么美好的 Hyper Spatial Image背后 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有待我们去解决 也因此导致我们实验室 研发了一系列 仿佛魔术般的技术 那第一个问题呢 可以用白话文跟大家解释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A加B加C等于100 那么请问ABC分别是多少 相信大家会觉得 回答这个问题 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是不可能办到的 可是这个问题 却在太空摇册中出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卫星上的相机 可能会离拍摄目标物非常遥远 所以它的一个Pixel 会对应到一个空间范围 很大的区域 换句话说 一个Pixel可能会涵盖 有非常多的物质 再换句话说 每个Pixel呢 就会是好几种 物质光谱的混合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 把这混合在一起的光谱 把它分离开来 得到纯物质的光谱 我们才有办法 拿它来做物质辨识 所以这件事情 听起来好像魔术般 不可能做到 可是我们实验室 不但办到了 我们还可以在 普通电脑上 利用我们的 平行演算法技术 在一秒之内 计算出美国内华达州 一个非常重要的采矿区 里面的九种 矿物的光谱指纹 第二个 卫星影像还有一个特色 它通常解析度都很差 也是因为相机 离目标物太远的关系 那我们以美国白宫旁边 有个很著名的景点 华盛顿纪念碑来举例 华盛顿纪念碑 它有两个重要特色 它外围有一个圆环 第二个是 它前面有一条 很长的水池 那大家可以看 中间这张卫星影像 这个卫星影像 这个圆环 这个水池 都拍摄不出来 非常模糊 那我们自然就会问说 我们有没有一套数学理论 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个模糊的影像 把它解析度变高 也就是把空间细节 计算回来 那听起来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可是呢 我们实验室可以做到 右边这张图 就是我们实验室 软体输出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华盛顿纪念碑的圆环 还有前面条水池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刚刚说影像模糊就算了 更严重的是 影像整块不见 可是这件事情 在太空摇车技术中 又非常常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 卫星一旦发射出去了之后 它上面的sensor 如果坏掉了 那坏掉的sensor 我们是很难去修复它的 然而这个坏掉的sensor 它所飞过去的那条线 就会整条没有拍摄到 所以我们自然就会问 一个数学问题说 我们有没有一套数学理论 可以帮我们把不见的 影像区域把它计算回来 听起来又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不可能做到 可是我们不但可以办到 我们还可以在下图这张 非常极端的状况可以办到 下图这张图 虽然有非常大面积的影像遗失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计算回来 我们这个计算的背后 有非常严谨的数学理论支持 而且我们也做real data的测试 证明我们还原出来的空间细节 跟右边这张图的ground truth的空间细节是相当一致的 再来我想问大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们能不能直接拍出影像的压缩档 直接拍出影像的压缩档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研究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刚刚跟大家提过的 我们hyperspectial image 是普通影像RGB的image的平代数是数百倍 所以它的资料量也是数百倍 你如果要用传统的通讯技术 把这个数百倍的资料量传回地表的接收站 那是很没效率的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能不能把档案储存起来之后 再压缩然后再传送 那这个拍摄储存压缩 这个三个步骤 第一个太慢 第二个 我们需要额外的储存设备 可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有Starlink这些 我们卫星有微型化的趋势 那这个微型化趋势的底下 我们不想要有不必要的设备 所以我们想要跳过储存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拍摄储存压缩 而是直接拍出压缩档 那我们这直接拍出压缩档 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可是我们实验室不但做到了 我们还可以做到 只把资料压到只剩1% 而且是在不使用Entropy Coding下 可以达到1%的压缩率 这个1%的压缩率 相当于通讯速度快了100倍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美好 可是你把这个高倍压缩的Data 穿回地球的时候 又会被各种杂讯干扰 那你这个高倍压缩 又被干扰过Data 要把它还原出原本的高光谱影像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动作 甚至大家会觉得不可能 可是我们实验室的 最佳化技术可以办到 观众们听到这边为止 应该会猜说 我们是不是使用了深度学习 或者它背后的ADAM优化器 那毕竟深度学习 在近年来已经为了人类 做到了非常多的 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技术 可是要跟大家讲一个 很震惊的消息 就是我们刚刚这一系列的技术 完全不使用深度学习 我们完全没有使用大数据 我们甚至连小数据都没有使用 刚刚的这一切的技术 全部都是由单一数据就可以达到 那大家听到刚刚这些任务 竟然可以由单一数据达到 相信大家会觉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慢慢地相信这就是魔术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魔术的 这个世界上有的 只是一大堆的基础 也就是知识以及数学 那么我们刚刚这么多神奇的背后 神奇技术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数学呢 答案是最佳化 突优化 conface optimization 简单说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描述成一个很特殊的最佳化问题 这个最佳化问题的目标函数 是一个突函数 它的最佳化问题的限制极 是一个突几核 那我们还可以采用我们的ADMM优化器 去破解这个最佳化问题 来达到刚刚这些不可思议的任务 那这边跟大家推荐一本 我与清华大学及联发科合著的一本教科书 Conface Optimization for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s 这本书已经由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的CRC Press所发表 这本书因为在中国非常热门 所以它也在北京交通大学 及广州中商大学的教授们的协助下 已经翻译成了中文版 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了ADMM优化器 那大家可以去选购我们的这本教科书 观众们听到这边为止 相信对这两个优化器已经有初步的了解 那这边帮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 如果你想要使用突优化背后的ADMM优化器 那么你必须碰比较复杂的数学 可是你不用仰赖大数据 甚至有时候你只要单一数据 可能就可以做到 相反的 如果你想使用深度学习背后的ADMM优化器 那么你可以不用碰太复杂的数学 可是我们必须仰赖大数据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数据有时候是不存在的 就算大数据存在 可能很昂贵 甚至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收集它 所以我们自然就会问说 难道我们只能在复杂的数学 和收集大数据这两大困难中做出选择吗 小孩才做选择 我们已经是大人的 而且我们还在大学教书 我们有权利 我们也有实力说 我们不要做这个选择 因此我们高光谱智慧运算实验室 就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 在这套理论框架里面 我们的学生不用碰复杂的数学 也不用去花宝贵的青春 收集大数据 这套新理论 拯救了全世界相关领域的软体工程师 这边的ADMMADMM的全新理论框架 我们用这张图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不需要大数据 我们只要小数据 可是大家可以猜得到 如果你只有小数据 那么你的深度学习的solution 是非常烂的 就像右上角这张图一样 它的solution是非常差的 可是我们相信 如此烂的solution里面 还是包含着非常重要的information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凸函数 叫qquadritynorm 去把这个重要的information 萃取出来 设计一个数学非常简单的调节值 所以这个调节值到底有多简单呢 它跟传统的TV 那个不可为分的调节值比起来 或是自相视性里面包含一个 GRAPH的调节值比起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函数 它非常的简单 尽管这个数学如此简单 我们还是把这个理论成功的应用 来破解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 高维度的高光谱影像还原问题 并且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表现 具体来说 我们的理论已经成功的 在美国太空总署的real data上 做了成功的测试 我们测试了北美的加拿大 及美国的四大地貌 包括城市 山区 农作物 以及海岸线 那大家可以从这张图看出来 传统方法所无法还原的 那些被高度破坏的影像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下 都可以做到非常高精度的还原 我们也做了四大的重要指标的计算 证明我们的理论 在四大关键指标上 也都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表现 那么这边帮大家 为我们的理论做个快速的总结 我们的理论呢 背后只用了简单的数学 所以演算法自然就非常的快速 我们理论呢 不需要大数据 然而我们却可以达到 全世界最好的表现 接着是我爱因斯坦配置计划的 具体研究成果 我这边直请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了11篇的期刊论文 包含一篇NanoLater 及7篇的IEEE的Translations 那我们也要很感谢 我们实验室有很多合作伙伴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在国内外的顶尖会议 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包括ICCV IGOS CVGIP ACM Multimedia 以及ITCOM 那因为爱因斯坦计划 也让我们实验室的能见度 大幅提升 这为我们实验室带来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机会 包括跨领域及国际合作 那这边举两个例子 我们实验室的最佳化技术呢 已经帮了我们合作者 成功地设计出了超影界面 这里的超影界面 简单说它就是一个 可以操控光的材料 那以前轰动一时的 隐形斗篷呢 就是这个超影界面 所设计出来的 那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呢 也帮助了美国很多 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帮他们做了 基因调控网络的分析 我们的基因调控网络 分析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 去辨识出 有Mental Disorder的患者 背后 究竟有哪些Marker菌在作祟 所以大家如果有 最佳化技术的需求 非常欢迎与我们实验室合作 那我们目前的合作伙伴 品质还蛮高的 我们有包括了 欧美新港日的 顶尖学员单位 里面的五位IEEE fellows 还有两位Thompson Rooters 高引用学者 以及现任的IEEE的 TSP的Editor-in-Chief 最后我要感谢 科技部教育部 然后成功大学的长官们 还有所有帮助过我的前辈们 那我还要特地的感谢 年轻学者养成计划办公室 他们非常辛苦地 组织的一系列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婆 还有高光谱智慧运算实验室的大家 希望观众们会喜欢 今天的科普内容 谢谢